接着看永靖青龙 老师看一下他的问题 来,他问问的问题呢 他说 番茄 算是炒起来的官吏 是不是可以用五号叠走 老师你有说过 因为农林郡呢 我们就不用烦恼人的问题 但是有人说 甘味呢 算是炒起来的 等人甲肥 五号 他的比例是 16,8,12的这个人甲 这样才有够 刷这个两头一分的 要一次流多少 脊龙肥呢 罐头100公斤的水 相当的皮属 可以到多少 有 算是有听到荣誉 算是有 有一个里里口口的脊龙肥 一家呢 大概200公斤的水 6公斤的肥料 所以给他惊到 因为他都不能 算是不能够这么重 有一宝的皮属 算是有67杯 这样也太猛了 勇者无敌 所以他怕说 专专 都不敢这样 承 他种的是 有极了 他现在有说 他种有极了 非常谢谢 蕃茄 蟹 这个甘芽米 他基本上对这个 益胎 电倒度 那 也忍受度 较高 对吧 甚至呢 我們有一些小番茄 種在海邊這個特別的一個好吃 那麼我非常懷念 我們在幫忙 我們就位聽眾朋友 因為他改一個 所以 那實質比較難做 不然他原地 他在種這個小番茄 他的小番茄就是這個鹹茶的小番茄 他有鹹茶的一個很極速的開口 這不是肉爐 但是無辜肉爐的味道 就是說他完全不一樣的口感和風味 但是那個風味是合的 那麼在這個 我們覺得要在種的這個過程裡面 譬如說是小番茄 小番茄 一般來說 可能他吃肥 因為我們 沒有要求他的這個大小 所以一般他的這個吃肥 要求他如果直接5盒沒什麼 有可能要用4盒 這個就是說 這個 12 24這種的這個比例 就是說他那個肉爐還要再 要再比0 還要比0 還要比10 還要更高 這種比例呢 比小番茄裡面可能會更加適合 那在這個大番茄裡面 這個我們很多人其實用40% 很多人都用40% 但是他有機子來說 你如果等5盒子5盒子 如果看他的漲比較厚 為什麼會比較厚 可能就是說 你那個底比較刷 你如果比較刷 你如果用5盒子在熱的時候 他很容易流失 漲比較容易吸收 漲容易流失掉 那麼漲比較容易 比較刷地 漲比較容易流失掉 這樣你漲流失掉 你漲本來就比較高 所以他有可能就變成漲比較高 就變成你在 這個肥料裡面就 漲比較高 你漲又有 非常濃的時 他就會出現什麼情形 出現漲漲 所以他有一種的這個 所以你 直接用5盒子 其實 基本上是有 那麼我聽聽 很多人說這個水果 這個番茄 也是種林甲 特別其實是甲肥 這個 這個 只要是果類 結果的果都很重要 這句話是沒有錯的 那是不會錯的 所以 但是 沒有淡水 他就是不會大 淡水太多 他就漲漲 所以這個中間 我們可以有一個適合的 一個條件 但是你問很多人 其實在種番茄 在種甘米的時候 他用什麼 用43 對吧 很多都用43 大番茄 我現在說的是大番茄 大番茄 他主要有良因 很多都會用43 你43在用的時候 43是這個平均肥 就是說 基本上 他就是這個1比1比1 這種的一個比例 這種平均肥 那麼 實際上 這個林根本不需要那麼多 我說林不需要那麼多 就是說 他是種植子 跟 EC值 這對 對他來說是 對這個 跟他講 EC比較高一點 少量不太要緊 所以有的人 他的肥腦很重 他會覺得說他沒有這樣 他會覺得 不然他就不怕他吃 要吃就有 但是他不知道說 那已經是做成 他就要丹到那個 就這樣一直剃掉 他就是要剃掉 一點點不需要那麼多 啊你如果 尊重是這個 比較土肉 比較土肉 他 當時啊 這個 可以下 比較少 啊 淡肥消費 甚至 那個 零三零 如果很高的時候 甚至可以下 一半刀 那iano 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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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緊 因為 因為在中後期 他跟那個 後來不能 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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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 他會 会 prot 就 航廠我們控制不了 當然你如果看到航廠 加那個加那個加水 就要去處理也是要處理 但是我們要不要讓航廠 要把這種的一個蛋甲比 依牛番茄來說太大 那是夠的 這個東西是夠的 所以這是這樣的 那麼你說是比較少的這個頭 一分底 一分底一邊要下多少 一邊要下多少就要看你說 我們現在就要看說 你多久下一半肥 你多久下一邊肥 譬如說你是平均 平均就是說差不多是三禮拜 三禮拜才下一次 你三禮拜如果下一次的時候 你一邊差不多就是 你三禮拜才下一邊肥 蒸下去啊三禮拜下一邊肥 過三禮拜又下一邊肥 過三禮拜又下一邊肥 那如果是這樣 你可以一邊就三十公斤 以後來講三十公斤 三十公斤 三十公斤 這樣下去就 因為你三禮拜三禮拜三禮拜 就幾個九週去了 九禮拜對不對 這個九週九七六十三啊 這個時間就已經過 過這個 三禮拜對不對 然後再來三禮拜 四十一四十二六十幾天嘛 所以你蒸下去 沒有水落肥 因為我們有打肥底對不對 那麼你蒸下去之後 你也是三禮拜以後再下一次 三禮拜再下一次 三禮拜再下一次 所以 這種的節節肥料大概一邊 一邊你可以下差不多是這個 這個 三十公斤 因為他比較大張 那一般通常你可以先 小一點你就二十公斤 比較大張一點 你就三十出力 比較一順也不要硬 這通常是 這個基本上是 是這個得利 但是你會比較沙滴 比較沙滴 我們剛才說的是分三變熱嘛 你也可以分四變熱 同樣這個剛才說是差不多 三十三十三十嘛 你分四變熱 四變熱你也可以二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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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一順 因為你的時間 你分四倍 但是這個時間 我們剛才說三禮拜 你可能就變熱 你要去收費 所以平均一禮拜 差不多十公斤 每一週大概十公斤 哦 我們在說的就是說一天 平均一天 就是差不多在這個 我們浪費的時候 我們說 如果是 完全油掉 一分底六公斤是安全的 一分底六公斤是安全的 就是說我 我現在如果是這個一區橫 我把它撈下去 這個肥料撈下去 那撈 所以全部的肥料都油掉 在六公斤裡面漲是不會太太 當然我覺得 可能 六公斤回歸很安全 六公斤連回歸都安全 因為你的肥料本來就很減 那不然 以正常的行程來說 一分底六公斤 那麼它全部油掉 它漲也不會去 因為它在肥料裡面 在那個 戒指裡面就不一樣 在肥料裡面 它一樣是很安全的 現在問題來了 就是說 啊 我們 六公斤 一禮拜 其實是這個大概 我們算起來 就是說 經過專家的計算 一禮拜 差不多六公斤這種的量 其實以 咖啡來講就差不多要有 但是我們的 不可能百分之百吸收 也會流失掉 所以我們有可能會漏到十公斤 還是說到十二公斤一週 大概就是它的兩倍左右 1.5倍到兩倍 為了 因為浪費掉 有可能是浪費百分之五 因為你的比較耍底 他比較容易流失掉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把那個 漏肥的時間給他縮底 就是說 我不要讓他流失掉 我一次漏那麼多 阿嬤你不怕 你一分底你給他漏兩包 他也不怕 他要 他 負貝那塊很肉 那如果是 你那如果是這個 蓬索頭這種的 有一點 刷子 然後他還有一塊塊 頭髮 頭髮 這個刷子 比較多 那水陰類 他就漏掉了 他就差不多流失一半 掉了 所以你漏四十公斤 是這個 他吃多少 吃二十公斤而已 現在都漏掉了 那根本就是都假 因為你在考驗這個番茄 所以這是這種的一個 得力 所以你說用幾種的這個罐頭 一公斤 一百公斤水最重的 可以用到幾杯 那麼他這個 在土壤裡面 你如果不要灌沒頭 你不要灌沒頭 五十杯還可以接受 一百公斤裡面的兩公斤的 哦 他覺得要來講 回歸可能就 如果水就高溫 他可能會冷 啊你若是他這個 啊 以這個 來講 譬如說 我們他覺得要來講 他覺得要來講的一百公斤水 一百公斤水呢 兩公斤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你說一百公 集中肥 這個 兩百公斤水六公斤 六公斤的一個這個杯料 那麼六公斤的這個杯料是差不多33杯嘛 大概就是 你把他一百 一百把它處理掉嘛 大概就是 沒有哦 十六杯哦 十六杯哦 這是 這個很危險哦 這種東西可能他 這樣營 會比較比較比較危險 但是你水高溫 譬如說他比較土 你水高溫 應該都沒有什麼樣的一個這個 比較還好 所以 但是有時候這個這樣營 會比較 比較恐怖哦 那麼如果是以集中來講 集中 我們的目標就是說 我可以讓他 因為那個水油水嘛 所以我管 所以集中最好你是一禮拜 那麼一禮拜 到一邊一分底 你差不多有多少 就是大概在十公斤左右 哦 其實可以比較少一算 因為你集中 你身體可以 你因為你比較少地 你可以生一禮拜 就一遍 就是說 當然你如果像 你有這個滴灌帶 還是說你的 阿嬤米是用水大 你就把他噴開一天 你就是讓他這樣 沾濕沾濕 就是一個量 沾濕沾濕就一個量 沾濕沾濕就一個量 啊一個量是多少 一天 我們剛才說的 一天一分底 如果是6公斤 總油條是沒有事情 那這一分底用6公斤 啊這是一禮拜就一百 啊一禮拜就一百 我不是跟你說 要差不多10公斤 1.5倍到 到2倍 這個量 要讓他 會流失掉 但是我們不要用 因為你每天在營的時候 他就沒有什麼流失的量 就比較少 所以你變成就是 你一天差不多1公斤 1公斤到1.5公斤 這個量就夠了 1公斤到1.5公斤 一種的一分底 你會讓在這個水 不不不 把他撈一層 讓他去吃 阿麻菜又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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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這樣起來是最好的一個 這個溪背方式 就是說 變成我們叫做是一個 叫做 土耕的一個滴罐 這個 比頭用來的 以前我還種溪溪溪溪溪 我都用這種方式 因為時間 四貴每天在加水 那每一天加水 我就加一層 這個差不多要摺多少這個肥 大概就是在1公斤到1.5公斤 因為四貴很爽地 這通常1.5公斤 因為他的流掉了 他沒辦法完全吸收 這很正常 但是因為我每天加 我加一層 加一層 沾汽邃汽 所以 這種的一個流 你就 控制的比較比較慡 你如果是要下去的時候 自由稍微究極 那麼 在這方面來說 我可以 你先上去堅定 因為我們有用龍林郡 所以 你這塊米 你根本不必去砰濕淨的問題 你看 那我們用5盒子 還有8的林 8% 這個零的要夠在那個所住 這個飯吃得對 不要說吃到飯吃到四個時候就有效應了 所以你根本不用去擔心什麼零貨 還有什麼轉到零貨 轉到不善良 蝦子會好好和蝦子更年齡 怎麼會說斷斷斷 剛才說到 更年齡 突然斷掉 剛才說蝦子要靠起來 有的人說太乾 一堆 這都對 很多原因 很多人都沒有去考慮 就是說 他用那個高零貨去炊肥 為什麼要用高零貨去炊肥 因為肥料又不中 有可能太洪漲 有時候就因為要把它炊一個 結果讓它轉 轉一個零 在這個葉面上那個零 加速於葉片老化 加速到葉片老化 它就轉起來 光合作用效率就差 那三龍會高也不會高 所以這個我們要去知道 所以蝦子如果是可以這樣正常 存風存風 這樣就是 所以 這個有時候我們在營這個肥料的時候 你說有一包肥肥 算上六七肥 那六七肥實在是很好的 一般通常五十肥都是 X hundred op 還可以 現在說的是頭上よろしく 篇召 火鍋 過子味 快要拉下去 把它放下去 spam 煮一種麵程 這個真的是會要命的 有時候你把你的水 Schnиз 賣掉 你的甘味蜜 我們現在說的是這個 這個甘味蜜蜜 你如果像過那裡 過過啦 梅隆啦 蚊子過 其中的有時候就比較不動 所以這給你稍微了解一下 所以大概是這種的用逛 所以你在落背的時候 你在施肥在施肥的一個過程 那麼一個很重要的這個地方 就是很重要的這個時間點 這個時間點 你一定要稍微知道這個東西 就是這麼一回事 為什麼呢 因為你 你如果沒有去注意這個問題 因為你變成那塊地 就是去考驗這個甘味蜜 因為我們 甘味蜜蜜蜜蜜蜜 所以你落下肥肥很多 對甘味蜜蜜蜜 他其實是很難受的 他很動不了 但是他比較會動 所以他頂一直努力 所以有的蝦子落得QQ 我跟他說你肥如果減一半 落三分之 他的蝦子就不會Q 你說這樣 那個蝦子的蝦子QQ不是正常 結果他 減一半就比較好了 剩下落三分之 加溫度兩倍 這個蝦子完全改冠三流多一倍 這個一定是在這個肥療 我們一定要注意 要稍微注意 我們做事 如果是說肥就多 就有受傷 我們就不用再聽節目了 完全不是沒錢 就越來越難 趕快要吹下去就對了 在怕什麼吹下去就死了 外貴在好夾 因為從我們以前 很多人 當然不敢 因為不知者無畏 他們都會說 啊 好夾炒下去蝦子 一分底炒多少 一分底炒兩包 那一包十五公斤 兩包三十公斤 一分底 那他煮火鍋煮火鍋煮火鍋 那他炒下去 那兩包三十公斤炒下去 他三十公斤 他是油水 因為火鍋頭比較淡 那他還煮火鍋 所以蝦子吃下去有事 因為蝦子如果是蝦子 蝦子 蝦子沒煮那麼久沒什麼事情 他就流掉了 他就不吃了 他就只流加很多在土壤裡面 兩年而已 他不再去一分底兩包炒下去 炒不起來了 就炒不起來了 所以 啊 我們一定要去注意這種的這個 他的 這種累積效應 所以這個稍注意一下 所以 稍微比較不怕 稍微是說浪費錢 譬如說火熱蕾 熱蕾他的肥就流掉了 就沒事了 你如果在運勢裡面 你所有的這個累積的 都也是變成你後 拜愛處理的這個困難 那麼這個大概是這種狀況 這給我們好朋友 你稍微做個場客 一般如果是這個 50倍 50倍對感染你來說輕輕鬆鬆 還蠻輕鬆 你耐得住 所以 你稍微知道 這給你做場客 嗯 你 幾次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會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